弟兄姊妹们早 我们现在又来到我们荣耀的神 亲爱的主耶稣的跟前 来赞养祂的荣眠 来享受祂的慈爱 我们开始献唱一首诗歌 大家都很熟悉的 386首 你若不要感难成渣 我们只唱第一集 我想这首诗歌 可能许多弟兄姊妹都会背 所以如果能够背着 我们一起来唱 那非常好 你若不要感难成渣 它就不能成游 你若不脱不倒入渣 它就不能变成游 你若不连那大城高 它就不留芬芳 主这人是否也要 舍你学客的草获 每次的打击 都是真理意 如果你捨去的东西 你自己来代替 好 我们弟兄姊妹 再来一遍 如果能够背 我们就背着来唱 你若不要感难成渣 它就不能成游 你若不脱不倒入渣 它就不能变成游 你若不连那大城高 它就不留芬芳 祝我这人是否也要 舍你许可的床上 每次的打击 都是真理意 如果你所取的东西 你自己来代替 好 我们先一个祷告 早晨 我们和众弟兄姊妹 一同来到你四年宝座跟前 我们要用我们的眼眸 来注视你的荣耀 我们要用我们的眼眸 来看看我们主脸上的笑容 我们用我们的耳朵 来听听主 那个慈爱温柔的声音 我们也要让主 用你那个满了恩典 满了慈爱的手 来慕我们一巴 让我们深深被那个爱 所感召 让我们里面充满你的同在 所以今天早晨 到我们这里聚集的时候 我们最宝贝的 就是主 你自己来与我们同在 我们把敬拜归给你 求你借着今天 我们所唱的诗歌 我们所传讲你的话语 你做功在我们里面 带领我们往前走路 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来读 《创世纪》第32章 我们从22纪读起 得到第31纪 他夜见起来 这个他是雅各 雅各夜见起来 带着两个妻子 两个私女 并十一个儿子 都过了雅各渡口 先打伐他们过河 又打伐所有的都过去 只剩下雅各一人 有一个人来和他赛叫 知道黎明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 就将他的大腿鱼 磨了一把 雅各的大腿鱼 正在摔跤的时候 就牛了 那人说 天黎明了 容我去吧 雅各说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那人说 你名叫什么 他说 我名叫雅各 那人说 你的名 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义士利 因为你与神 与人交力 都得了神 雅各问他说 请将你的名告诉我 那人说 何必问我的名 于是在那里 给雅各祝福 雅各 别跟那个地方 西名叫 宾鲁欲乐 就是神之面的意思 意思说 我面对面 见了神 我的性命 仍然 人的保全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 雅各 经过 避露易乐 他的大腿 就取了 我们先读 这一段圣经 在上一次 我在这里 讲道的时候 我们讲道的题目是 孔子 雅各 一生的意向 那么今天呢 我要的话 就怎么讲道 雅各 他一生当中 那个 最重要的一个经历 就是 避露易乐的经历 是雅各 生命当中啊 可以说 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个 转捩点 避露易乐 这个字 什么意思呢 圣经说 它是神之面的意思 就是面对面 见到了神 我想 我们每一个 爱主的弟兄姊妹啊 我们都有一个心愿 就愿意 能够常常 见到神的容眠 我们都喜欢诗篇里面 一句话 就是像大文硕说的 我一生一世 渴望 住在神 有一件事 我曾经寻求 我还在继续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赞养他的容眠 这每一个 科目主的人啊 我们心中都盼望 见见主的容眠 看看他面上的荣光 但是弟兄姊妹 你知道吗 如果 我们正是面对面 和神相见的时候 那就是不简单了 那下面 就一定会发生大的事情 你看到圣经的记者当中 比方 比方 那个祭奠 到那天 荣耀的神 向祭奠显出来了的时候 祭奠怎么说 爱在我又获了 因为我敌面 看见神的面 他以为我要死了 他就站不住了 你再看看 但一里 到那一天 但一里 在河边 见到荣耀的神的命的时候 他看见 那个深入水窗域 他 那个 衣服 几百如雪 那一位荣耀的神 就像 但一里 一醒出来的时候 但一里 他 扑倒在地 就好像死掉的人一样 所以 见到神的面 就会发生 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叫你一生 都有一个重大的得破 你再来看看 新约的约翰 主耶稣的门徒约翰 在七十六对象 当荣耀的主耶稣 向约翰显现的时候 看见主耶稣 身穿白衣 要求静怠 面貌 立如放光 约翰说 我一看见 这位荣耀的主 向他显现出来 他就趴倒在地 如同死了一样 弟兄姊妹 所以 见到神的面 能够叫一个人 一生当中 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有很大的转迹 那么雅各 与神 面对面相见之后 就成了他一生当中 一个很大的转迹点 把他的一生 就划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 在毕如意乐之前 雅各所表现的 他天然生命的光景 他的天然生命的发展 一过一向上 是天然生命向上 是他的自己 己生命的向上 是一过一厉害 一过一厉害 等到毕如意乐之后 雅各的天然生命 就慢慢就吓破了 然后基督 那个苏灵的生命 从雅各身上 就慢慢地显出来了 这是雅各一生当中 最重要最重要的 一个转迹点 尼特圣弟兄 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做 《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 尼特圣弟兄 一生写了 许多许多的书 每一本书 都是非常地宝贵 对很深很深的光 很深很深的启示 很深很深的经历 但是 尼特圣弟兄的代表着 在我感觉到呢 可以说就是这一本 人的破碎 人的破碎 和领得出来 你一定告诉我们 我们这许多福尸族的人 我们最大的难处 就是我们这个人 就是我们这个外面的人 他说 如果外面这个人 不被破碎 好像玛利亚那个玉瓶 没有被打破 那里面的香膏 就没办法流露出来 所以你看看 我们在主面 很多人 都有爱慕主的心愿 对追求主的心愿 都盼望能够做 一个好的基督徒 都盼望能够做 一个很好的神的仆人 好好地忠心服侍他 叫他的荣耀 但是呢 因着我们这个外面的人 没有被神制作过 没有被神打击过 没有被神破碎过 所以呢 我们里面 那许多的心愿 都无法达成 我们虽然有那样强的心愿 虽然我们有一个爱主 愿意跟随主的心愿 但是呢 这些都是 我们心里想一想 我们口里讲一讲 事实上呢 我们在真正树林上 往前去的就很少 所以只有 这个玉坪被打破 上高才流入出来 只有我们外面这个人被破碎 里面那个树林生命 才能够刚降起来 灵的力量就能够发挥出来 在很多年之前啊 我到一个弟兄姊妹家里去做客 我在他们的客厅当中 看见两幅的图画 其中一幅 其中一幅 所以记者小记啊 刚刚复化出来的小记 他们这个小记 突破那个蛋壳 从蛋壳里面呢 一只小记一只小记就跳出来了 这是一幅 第二幅图画呢 给我们看见两个石榴 这个两个石榴在字上 它已经成熟了 这两个石榴呢 外面的口啊 这个石榴的口离开了 这两个石榴 成熟的石榴一离开之后啊 就看见 那个里面那个 亮晶晶的 那个玫瑰红色的 那里的石榴的子榴 很丰满的石榴 就显露出来了 这个石榴的一个特点啊 就当成熟的时候 是会离开的 把里面那一个美丽的石榴 就显出来 那么这两幅图画上面呢 好像写了字的 但是那个字呢 我现在就忘掉了 背不出来了 那个大意就是 愿我被破碎 让基督的生命 基督的荣耀 从我身上掌现出来 我想这两幅图画 就是 你弟兄讲到 人破碎之后 那个基督 树林的生命 就我们身上 就掌现出来了 所以雅各呢 是一个非常聪明 非常能干 非常有技巧 也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 但是呢 这个人如果没有被破碎过的话 这个人只能够显露他自己的能感 显露他自己的荣耀 而展现不了神的荣耀 所以只有当雅各被神扑塞了之后 他自己就渐渐消失 而基督的荣耀呢 从他身上就掌现出来了 所以这个毕露一勒 这一段 可以说是雅各一生当中 正是最重要的经历 所以今天呢 我们和弟兄姊妹 来看看 神是怎么扑塞雅各的 雅各怎样 在神面前 变成御剑 而让他一生 从活在天然生命的光剑中 转过来 成为一个 彰显神荣耀的 一个神的器皿 好 我们现在看第一点呢 看到破碎的时候 雅各在毕露一勒 被神破碎的时候 他有几个情形 第一点呢 他正在尽所能地 来应付人的难处 因为那个时候 神对雅各说 你要离开巴胆亚兰 要回到波特里 在波特里 我曾经向你显现过 你曾经让你 把一块石头 你做柱子 说这是神的殿 这是天的门 所以现在呢 你要回到那里去 所以雅各被神带领 神向他显现说话 他就回到波特里那边去 但是好几个难处 一个 他一定会遇见 在哥哥一少 我要从巴胆亚兰 舅舅的家里 回到 家人地 父亲的家 他的哥哥一少 一定会出来 遇见他 那怎么办呢 这个哥哥一少 心中充满了 对弟弟的仇恨 他正洋人要杀他了 那我这次要回去 怎么办呢 所以雅各 他用尽各样的方法 用人的方法 用祈求神的方法 来应付 这个天大的难处 所以雅各用尽办法 把他的家属 分成几个队 两个丫头走在前面 那么 然后呢 丽雅 这是第二批 然后那几 给 给他的 那几的孩子呢 就走在后面 他是说 有一队 如果他哥哥 杀了第一队 那么第二队 第三队 他赶快逃走 还送他哥哥 很多的礼物 什么牛群 羊群 骆驼等等 送了很多很多 所以雅各是可以说 尽他所能的办法 来应付 怎样 能够逃避掉 他哥哥 杀害他的 这个难处 第二点呢 他也正在 他倾全副力量 来炸住神 来祈求神 来祷告神 所以你看雅各呢 一面用自己的人的办法 用手段 用手腕 用聪明智慧 另外一方面呢 未控 我所走的不顾 是要神来帮忙 向神祷告 神啊 你是布特利 遇见我的神 神啊 你曾经应许 要是我的后遗 怎样怎样 那么现在 你要叫我回去 回到布特利去 那我见到 我的哥哥怎么办呢 说神啊 你必须 要照着你允许啊 你来保护我 你使我平安 不叫我女皆难处 所以他把天地啊 所地的办法 所天的办法 统统地用出来了 这是第二天 第三天呢 雅各那个时候啊 那一天啊 那正是落在最大的寒当中 所以圣经里面 几次讲到啊 荡业雅各在那里住宿 荡业雅各就在那个地方 他住下来 那么刚才我们得到的圣经 二十二节啊 说雅各啊 他夜间起来 从这几处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雅各 身处在一个黑夜的光景里面 那就一片很暗啊 前头看不见一线光明啊 不知道 当我遇见 哥哥一双的时候 会怎么办 是相当相当的河岸 痛苦 这是一个寿命的黑夜 第四节呢 他也处在一个 非常孤独的情形里面 孤独无助 因为二十四节啊 他讲到 他只剩下 雅各一人 那天夜里啊 雅各 把 他的妻子 把他的两个妾 把他的几个儿女 通通通已经先打发出去了 现在剩下雅各 一个人在那里 那种孤独无助啊 何等的孤单 何等的可怜 所以这种背景啊 就是 正当雅各处在 在无路口做 世面和安的时候 神来遇见他 神来破碎他 在破碎的时候 那我们再来看看 破碎的经过 第二点讲到 破碎的经过 在破碎的经过 非常地宝贵了 这一段太宝贵了 在破碎的经过 第一点 是讲到神来遇见他 所以他就说 当剩下雅各 一个人的时候 他下面说 有一个人来和他赛教 在道理里面 弟兄姊妹 你知道什么是赛教啊 赛教就争胜败 要让他争论 到底是谁得胜 是你的胜啊 还是我的胜 是你赢啊 还是我赢 我们这修得胜的儿女 经常会和人赛教 你看看 很多时候 我们从圣经的历史上 也可以看见 神的儿女 怎么和神赛教啊 比方那一天 当神像 又拿显现 给他一个命令 你到泥泥尾城去 传分给那里的人 又拿听见了 这个神的使命 又拿非常里面 起了挣扎 他非常不愿意 因为尼尼尾是 那个 以色列的敌国的一个首都 所以呢 这些示威的敌国 都是请了以色列国 并且 那个亚索帝国呢 最后是把以色列国 灭亡掉 毁灭掉 所以当他知道 神要去传福音 给敌国的人的时候 他心中很不愿意 并且又拿知道 这个神是一位有怜悯的神 当我到尼尾去 一传福音给他们 那么他们就相信了 相信我所传的福音 那么神就赦免他们了 这个我可不愿意 所以 尼尼尔就怎么办 他起来逃避城 他逃到地中海去 他纠缠到海里去 所以尼尔尔在和神之间赛脚 神要他这样往前去 他和神挣扎 不愿意去 这是约纳和神的赛脚 我们也听见过 尼利兄 尼特森利兄和神赛教的故事 我想这个故事 因为很多人都讲了好多次了 我就不再多讲 那么我们呢 你想想看 你我也没有和神赛教的任何经历 如果你说没有 那你就谎话了 因为很多时候 神常常给我们一个感动 神常常要叫我们去做一件事情 我们不愿意 当神要我去向一个仇地和好 要去向一个我不喜欢的人认臭 你愿意变一样 不愿意 神在里面感动我 你看 你应该放下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那我真被这些东西所捆帮助 并且我爱得不得了 肯不肯放下 我也不肯放下 所以呢 我们经常和神之间 有这种赛教的情形 这个赛教的句话怎么样 是神是谁赢啊 是你赢还是神赢啊 往往是我赢 不是神赢 赠了真去 赛教了赛教去的结果 都是我们赢得多 神赢得少 你看大能的神反而在我跟前失败 我居然能够胜过神 不让神得胜 那么这里呢 我觉得很好在这句话呀 由一个人来和他赛教 在刚开始的时候 雅各不知道这个人就是神 以为是一个人 是以为什么一个人来和他赛教 但我们呢 也常常是认为 是某一个人和我之间有难处 和我过不去 是某一个人和我 向我对我较劲 有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和我们的配偶较劲 做丈夫的和妻子较劲 做妻子的和丈夫较劲 我们以为都是这某某人 是我的妻子 我的丈夫来给我较劲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是我的老伴 是给我较劲 我和老伴较劲 有的时候我们的同事 我和同事较劲 有的时候教会里面 某一个弟兄 某一个姊妹 我们自己的难处 我常常就是某一个人 其实呢 不是某一个人 这个人啊 你认为是有一个人 是某某人 其实呢 那就是神 为什么你的妻子和你较劲啊 不是你的妻子 是神来和你较劲 是你也在和神较劲 为什么你的同事 你老伴 来和你较劲啊 是神 是神真的和你较劲 当你在教会当中 和弟兄姊妹 有一些过不去的情形 你真正的和他较劲的时候 你无论什么不肯放下 你以为都是某某人的难处 是某某人做这些事 来给我较劲的 其实呢 不是某某人 是神 那一个人是神 是神来和我们较劲 结果呢 往往不是神隐 在我和神较劲的时候 是我赢得多 神输得多 好 那么这样的情形 神看呢 神要胜不够这个雅各 因为雅各这个天然神 太强了 连神都度不够他 然后啊 神就伸手 摸了他一把 所以神说 那个人啊 既然自己胜不够他呢 就将他的大台欧 摸了一把 雅各的大台欧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扭了 什么就是大台欧 扭了 那就是啊 从此之后 你走路啊 就不方便了 你走路就变成一拐一拐的了 我最近呢 正好碰见一个小小的经历 大概前几个礼拜了 有一天 我正在我们 那个apartment附近散步的时候 正在散步啊 突然之间 我的右边的小腿啊 就不晓得怎么 一扭 突然痛得 痛起来 变成痛得很厉害 痛得我不能够再往前走一步了 哎呀怎么办啊 那么并且在路上 那坐的地方都没有 我就把脚撬在 一根树杆上 在那揉揉我的小腿 后来揉寒是痛 所以后来啊 我总是一拐一拐地 回到家里面去 我想什么时候啊 我能够遇见一个小人啊 他能够帮助我 扶我一把 但是我也没有碰见小人 所以我是一拐一拐地 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 所以当我的腿一拐了之后啊 我的行动就很不方便 以后呢 就那个事情之后 过去的之后还发生过两次 那真的 所以我现在走路啊 我都不敢随便走 以前我散步散着 差不多半个钟的路远了 我现在只能够在附近啊 在我们的公寓附近 那个接近的地方去走一走 因为这样呢 万一又扭了的话呢 就回到家里比较方便一点 那么这个呢 不过是我外面 圣体上的一些小事情 亚国被摸 大太奥被摸 那是一贯说令生命的大事情 你看看啊 拿逼得来说 这个逼得啊 他本人是很勇敢 很高强的人 他曾经向主耶稣夸口 众人都递倒 我都不会递倒 众人都离开你 我死也不肯离开你 我一定会跟随着你到底的 那么结果呢 就在主耶稣被卖的时候 就在主耶稣基督 在大祭司的衙门 大祭司的那个衙门里面 受审判的时候 彼得就在私立跟前 三次否认了耶稣说 我不认得这个 是你们讲的拿上的耶稣 等到了三次不认耶稣的时候 鸡就叫了 彼得一回想起 主耶稣讲过的话 鸡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一回想主的话呀 他就大哭起来了 我彼得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啊 我怎么连 就待我三年半的时间 我与他同吃同做同喝的 亲爱的耶稣 我居然在跟前否认他 所以大哭起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彼得的天人生命 就被神没走了 就已经倒下来了 所以以前呢 什么叫大太欧默了 走路不方便呢 以前 我要怎样就可以怎样 我走路是自由的 我想到哪里去 我去到哪里去 我走怎么样走 我有我自己想法 我的人生怎么过 我有我自己想法 都是我要怎样 我就怎样 谁也管不了我的 现在呢 大太欧一抹 大太欧被神一抹 他就缺了 走起路来 就很不方便 身上有了伤痕 就像我前世之一样 走路都不好走了 走不动了 尼利兄 写了另外一首诗歌 三百九十九首 他讲到怎么样 那是三百九十九首讲到 你怎么没有伤痕 这四诗歌 一共有七节 前面三节呢 是一个叫 艾米的西国子妹写 后面的四节 是尼利兄写 这四诗歌 它的经历很深 这个四诗歌 我常常想唱 却又不敢唱 因为每一次 我来唱这个四诗歌的时候 我心中感觉到非常的惭愧 你怎么没有伤痕 我把主的话一问 我里面就得 主正是在那里问我 我怎么在你身上 看不见一点的伤痕呢 所以我觉得万分残愧 我跟谁做那么多年 我以为我不是做那么多年 但是我这个人 还是老旧的生命太多 身上的伤痕 好像没有 因为我之间就得 我只能常常 靠在天然身边活着 如果一些难处发生 如果足把一根刺架在我身上 我就常常用脚 把这个刺剃掉 所以我身上就没留下多少伤痕 这四个今天不唱了 我只把其中的几节 一共七节 我和弟兄姊妹稍微念语 选几节来读一读 第一节他说 你怎么没有伤痕啊 没有伤痕在你的肋旁 你明反倒远不四方 你光反倒造成毁煌 你怎么没有伤痕 还有第五节 他说你是没有伤痕 我受车财 应忍的风貌 他们忍受记恨 刀棒 你却平安 不去宁靠 你却没有伤痕 那第七节 你怎么没有伤痕啊 没有疲倦 能否有人忍受伤 能否有人更是羔羊 而他却没有伤痕 雅各 被神叫到大台湾一抹 他就去了 这个人倒下来了 他天然神明呢 就在这里 就被神破碎了 然后呢 被神没了之后啊 下面发生的事情 第三点 神给他给名字 叫伊斯利 神问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啊 雅各说 我叫雅各啊 神说 从此以后 你不要叫雅各了 你要叫伊斯利了 伊斯利 这个名字的意思 就是神的王子 是一个被神没顾的人啊 天然生命被破碎了 天然生命倒下来了 神王子的荣美就显出来了 这一世 神的王子 多么荣耀 多么美丽 还有呢 神给他祝福 雅各扎助神祝福 神这些给他祝福 给雅各祝福 然后我们再来讲到 这段圣经描写到 雅各扑碎以后的邦经 到了三十一集啊 当雅各被摸了之后 大太奥扭了之后 经过毕奴雨了之后啊 三十一集说 那个时候呢 日头刚刚出来 日头出来了 日头出来就是说 黑暗过去了 光明来到了 并且呢 就对吧 有了亮光了 从前 雅各是生活 这个黑暗的境界 现在雅各 进到光明里面 有了亮光了 在手里的事情 就明亮 那么第二点呢 又讲到 雅各他的大台啊 就去了 刚才我已经讲过 大台去了就是 从今之后 他就不能够随便走路了 他走路相当不方便了 他都变成一拐一拐的了 那我们从雅各在 反映在生活上 他的大台奥是怎么被扭的 或者说 当神把他摸了之后 在生活上的表现 显出什么样的情形来 这人也很美 那雅各被神摸了之后 大台奥去了之后 那个成熟的生命呢 就显出来了 我们看看 雅各经过 病怒了之后 虽然还有一些 天然生命的表现 就像他过来 病怒了之后 他就见到 他的狗狗一招了 那还是有很多的方法 过程的手段 又送礼物 又送牛羊等等 但大体上来 雅各的天然生命 慢慢就下坡了 越来越摔尾 越来越摔尾 而极多的手段生命 越过越多地显出来 一点一点显出来 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都显出雅各 那个承受生命的光景 比方说 下面 还发生一些大事情 神还继续叫他受到管教 第一件事情 他的女儿 迪娜 出了事情 因为迪娜 到了世间之后 他想去看看 当地世界上的人 世界的人 他们是怎么过生活的 他们怎么打扮的 他们怎么 穿衣服的等等等等 结果呢 迪娜 就因为想出去看看 那个地方的人 那个地方的女子 是如何生活的 结果迪娜 被世间玷污了 不但迪娜被世间玷污了 并且他的两个哥哥 一个西面 一个立威 听见这个世间 把我们的妹子 玷污了 他们气愤 挺凶啊 气了吃了 这个世界 怎么可以 可以让他这么做 所以啊 这个西面和立威 两个人啊 就用诡计 叫他们说隔离 结果呢 把世间人 他们就杀掉 所以啊 西面和立威 创下了大火 你想啊 这样的大事情发生 雅各听见了 雅各知道了 雅各看见了 雅各怎么反应了 雅各面临到 这样痛苦的经历 他这个人成为下来 直到他的两个儿子 从来大后 女儿又受到欺负 雅各的天人生命啊 没有起来反抗 没有起来像毕德一样 把刀 把大吉祥的儿童 大吉祥的朋友的儿童 看到一个 雅各没有这么做 雅各这个人 就成为下来 接下去呢 他最深远的妻子 那天 生残而死 连 利败家奶妈 也去世 还有呢 很糟糕 很糟糕 大儿子留别 放纵情愿 哎呀 你世神出去 想一想呀 当雅各遭遇到 这些事情打击 怎么受得了啊 但是我们看见了 当这些事情 一发生的时候啊 雅各没有天然生命的表现 雅各 把他自己沉温下来 把他自己啊 深深埋藏在 主的实施教底下 天然神秘就说 他管制了 所以这么看见呢 雅各的生命就成熟了 所以有人说 你要看这个道子 慢子成熟不成熟啊 还是这个道神慢 所以是向上的啊 还是向下执 假设这个道税 这个卖税啊 都停静向上 那就表示不成熟 成熟的道税 成熟的卖税啊 都是弯下来 是向下执的 所以一个人 在碰见这些的失恋 碰见这些的打击的时候 看见成熟不成熟 有没有肉体血气的反应 是不是像彼得一样 动刀 杀到背方 雅各就成熟了 然后 我们还看见 雅各的爱子 最爱的儿子 又是 他最爱他的 又是 又是 那几所生 就被他哥哥们 迈到爱子去 雅各失去了 最亲爱的儿子 最后 连他最小的一个小孩子 被雅民 也被强迫 离开他父亲的身边 叫他年满的日子 正是悲痛万分 感谢赞美主 雅各在这种情形里边 他整个人 他天然生命 都一骨一枯萎 好像没有任何的反应 深深把自己埋藏在 主的里边 沉浸在主的里边 在沉浸生命的环境 那么 我就讲到这里 想起一个弟兄 就是十八个弟兄 就大概在1957年的时候 十八个弟兄 第二次 从英国伦敦 到了台湾 开第二度的特别聚会 那是我们都在传讲 正当十八个弟兄 在讲台上 讲道的时候 有人送给他 一封紧急的电报 十八个弟兄 接到这个电报 稍微描一下 放在他大义的口袋里边 继续讲道讲下去 好像没看到这个电报一样 后来等到聚会完了 三会之后 弟兄们问他 刚才发生什么事情 才知道 那个警戒的电报 是告诉他 他的儿子 在英国 去世 你想想 假设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 碰见这样的事情 你还能够讲道讲下去吗 你还能够服事得下去吗 但是十八个弟兄 把电报 又 放口袋里边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真相诗篇 一百三十一篇 讲道 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像断过奶的孩子 在他的母亲的怀里 平稳安静 这是承受生命的表现 感谢赞美主 他最后 承受生命达到高峰 雅各的承受生命 到了高峰是在下埃及之后 等到雅各 他们一脚下到埃及之后 你看看 那个雅各所表现出来 那正是美 正是生命丰盛 正是承受的光景 你看 有几件事情 那就是 第一个 当他到了埃及 去见法老王的时候 他进到王宫里面 他不看埃及王宫里面 那些荣耀丰富富贵的东西 他见到埃及的法老面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就伸手给法老祝福 法老是当代 那个时代 世界上地上最高的君王 最强的强国的君王 那么雅各呢 那个时候 他能够伸手给法老祝福 西班牙书地上告诉我们 从来是位分大的 给位分小的祝福 所以这个时候就显出 雅各那个承受生命 他真是 是超过地上的君王 他是那个苏天君王的儿女 所以神给他改名字 叫伊什利 是神的王子 所以当雅各 能够给法老祝福的时候 可见 雅各 那个神的王子的 那个荣耀珍贵 显出来了 你埃及的法老王 算不了什么 今天 不是你能够给我什么东西 是我有东西可以给你 所以雅各 比法老更珍贵 苏天的君王 远远超过 地上 苏地的君王 第二 雅各跟 又是两个儿子的祝福 你感觉 当他到了埃及 见到又是两个儿子的时候 又是把他两个儿子 马拉斯一个一发脸 就带到他父亲雅各的跟前 那么雅各给他祝福了 那么 马拉斯呢 是长子 所以又是把他放在右边 放在雅各的右边 一发脸是辞子 又是又把一发脸放在 雅各的祝福边 所以当雅各 给这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 他就伸过手来 把右手 按在一发脸的头上 把左手伸过来 按在马拉斯的头上 因为这圣经里面 右手是比较尊贵 比较荣耀 他就 这个右手马上就 他说 他不是这样的了 这个马拉斯才是长子 这个一发脸才是辞子 你应该把右手放在 马拉斯的头上 把左手放在一发脸头上 雅各怎么说 他说 我知道 我知道 他里面的眼睛就是明亮 那个当初雅各 要给义少祝福的时候 义少糊里糊涂的 把雅各当成义少 因为义少也没分化 但雅各呢 给右手两个儿子的祝福的时候 那么明亮 那么美丽 那么看得清清楚楚 那苏灵生命相当的成熟 然后最后 雅各给他十二个儿子的祝福 给义少的十二个字牌的祝福 那个祝福太丰盛 太丰盛 不是今天我能够讲的 那种太宝贝了 你看他给犹大的祝福 他给利维的祝福 他给右手的祝福 还有等等等等 没时间讲了 也不能今天在这里讲 你可见雅各的生命 达到何等的丰盛 何等的成熟 那么这个关键的点呢 就在于毕如伊勒 这个障碍点 只有外面的人被破碎了 里面树林的生命 才能够展现出来 那今天呢 我就交通到这里为止 我们这个祷告 主 我们谢谢你 今天早晨 我们在传向你的话语 你把雅各 在毕如伊勒 这幅图画摆在我们更前 主啊 我们灵魂的还是不多 我们了解很少 我们要在那经理更少 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也有这个心愿 我们都是那个雅各 我们尽量活在 天然生命的瑕疵里面 所以人家在我们上 看不见你的荣耀 只看见我们自己的美好 主 求主也给我们一个心愿 愿意让你的手 来帮我们摸一巴 好叫我们的大腿 也能够有趣 好叫我们身上有伤痕 主啊 你常常问我们 你怎么没有伤痕 是我们觉得很羞愧 直到今天 我们还是天然生命的东西太多 树林生命的表现 可积极为小 主 求你不要让你儿女们 在这个光景里面继续下去 求你做工在我们身上 来把我们制服 来往这个天然生命压碎 好叫橄榄 能够流出油来 好叫葡萄 能够产生的酒出来 走我们爸 说话的孩子 以及我们众弟兄姊妹 都陷在你的手中 求你带领教会 带领众生都 都在这条生命的路上 往前奔走 愿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给你带领教会 给你带领教会 给你带领教会